大家好 今天咱们把之前收集到的问题 集中跟大家回复一下 首先老蒋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 这个历史人物这个范围就有点太大了 我建议把它更具体一点 比方说你最喜欢的文学家 你最喜欢的政治家 军事家将领 随便答一下这个题目 我最喜欢的诗人 我最喜欢的诗人有两个 一个是李白 一个是俗志 李白曾经写过几句诗 诗命乃大谬 弃之海上行 学见番字审 为文静何成 见非万人敌 文怯似海生 儿戏不足道 五一出戏经 那个 见非万人敌 文怯似海生 这只许他自己 一个人用这么不要脸的方式 夸自己 完了你还不能骂他不要脸 因为他说的都是真的 你气不气 这就是李白 那苏氏呢 我苏氏我也在感慨 就是这货怎么可以这么有才 李方说 他跟同事出门办事去 我办到让你给交了 就这么点破事 你说让你打写 也就八朋友圈 今天点成背 让你交了 摆个自拍照 也就这样 你看人家说啥 莫听川林打一声 何妨银笑且虚行 朱杖盲鞋 清胜马 谁胖 一缩烟女任凭生 这词你让我憋一辈子 我也憋不来 而且不光是他的文采 就是他的那种 对人生的豁达呀 那种 反正每次我读苏氏的诗 我看完都有一种 就是叫 心晃身以宠辱绝望的感觉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是飞红踏雪泥 你上偶然留之少 红飞哪副几东西 就这个气势 这个对人生的那种思考 这诗你让广东人读更有气势 老蒋你最喜欢哪个古代美女 古希腊的阿加门农 他有个兄弟媳妇 帝妹 叫海伦 我真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因为什么呢 就是有个传说 就是传说这位海伦小姐 长得要多好看 有多好看 这个特洛伊战争 就是因为他打起来 这个两边打十年 后来是其辣把特洛伊给赢了 然后呢 那个阿加门农上帝里 当时是那个就是那个 斯巴达的国王 叫什么来着 墨 墨什么 墨 墨涅什么 墨涅拉奥斯 墨涅拉奥斯 看上他媳妇 十年没见了 发现这十年过去年 吴旦说没变老 比过去更漂亮 那该怎么处理他 这个墨涅拉奥斯 就被要纠结 说杀了他 就想笑他 还是自己写 一心不忍 不杀他 为什么个摇晕见货 打十年仗 怎么跟一些全民交配 正纠结 这时候呢正好 哎 一群战士进入 整个那个海伦小姐 打一照片 全给看上了 毕业啊 这就是咱们为了 为了 为了打了十年的女人呢 这太漂亮了 那啥啥也别说了啊 再打谁再干 你就说他这长到 好看到什么程度啊 所以说我对这个女人 我如果有机会 我想看看长什么样 您认为道教是被判了 道家思想的吗 这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啊 有点大 太大了啊 你应该问的更具体点 比方说啊 是道教做了哪件事 让你很失望啊 你认为 这简直就是被判了道家思想 或者你家伙 你问我这算不算被判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 你问我这事就好比说 这个问题就好比说 老家人怎么看中国 我看什么 经济政治军事 科教文位这么老多 我哪能够完呢 那当然 我简单还是在那聊一下吧 你要是从这个交易上判断 那没什么问题啊 挺合理的 然后呢 我其实对道教不反了 这个 没有强卖强卖啊 不绑架 不恐吓 挺好的 老蒋您好 请问中国历史在军权逐步强化的过程中 是否存在一些特定的人 或者是时期 文官集团的力量足以和皇帝搬手腕 这些 这背后又有哪些制度和社会历史的原因呢 这个问题挺深啊 我说的也不用对了 首先有一个事说的很对 就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是军权逐步强化的过程 我指的是古代 是古代啊 然后 你问是否存在特定的人或时期 人呢就太多了啊 这个权臣嘛 这个 有很多 这个我就不细数了 主要是时期 嗯 我先想到的一个时期就是汉朝 老爷是汉朝算的啊 因为汉朝的当时的那个三公九卿 真的可以算是跟皇帝啊 共治天下 他们之间这个责任划分 其实也并不是很明确啊 完全就取决于 取决于当时皇帝的性格了 就当事人的性格 如果要是一个特别强势的皇帝呢 像这个汉武帝那样 那就拼皇帝 如果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皇帝呢 那就拼大臣 老讲你坚持做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非常简单的啊 一句话 做的做 这个 做的做了 中国人两大咒语 一个叫大过年的 一个叫来都来了 我这就是做的做了 就人虽然是有惰性的 但是人身上的潜力也是非常非常大 就看你怎么利用 怎么开放 做视频也是 我能做D100的 我就能做D101 就这样 嗯 老讲 你的拳皇水平有几限啊 这个问题好多人问过我啊 之前一直没正八点回答大家啊 今天回忆一下啊 我以前玩的最嗨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有二线守门员的实力 就是你要能赢我 我就承认你有二线 你要赢不了我 那对不起 你就三线往后 这个二线这事 大家别喜欢二线啊 这个平时看直播 大家的胃口都给养掉了啊 感觉二线呢 就是给这帮高手送进一案子 其实二线如果打咱们普通人 就是这些普通的高 普通的玩家 甚至是高手 随便虐 何时怎么虐他们 他可以怎么虐你 而且甚至可能比何时还要休 一套眼还要休真的 嗯 所以说当时我觉得我有二线守门员 二千天里 嗯 现在的话毕竟很久没玩了 另外呢 毕竟岁数大了嘛 在互相以前觉得自己有点狂妄 啊 三线零件吧 老蒋为什么拳皇受众人群 越来越少啊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挺扎心的啊 这是个必然现象 因为他终究只是呢 拳皇科终究只是一款戒指游戏 是互联网时代啊 让他焕发了第二春第三春 乃至第四第五春 啊 把我们这些本来应该 时代的残党啊 又重新聚集起来啊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啊 就未来啊 终究属于是年轻人的天下 啊 那我们 终究 这些毕竟是个小游戏啊 二十年没打任何补兵 没更新过 新时代没有能栽药我们的床啊 啊 其实挺扎心的这个问题啊 这是一个就是他有到他能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我感慨怀旧一下 另外其实还是有要批判的东西 就是我想批判 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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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元那块啊 明明就是两千年左右的时候 凭借着这个阶级游戏给他收获了那么一大波粉丝 啊 趁热达铁把这个二次元产业好好地经营一下 那没准 你不知道你会发展到什么呀 可是呢 一说起火眼我们想要我会想到很多啊 物业飞舞之处 火翼生生不息 一说起海贼王啊 你的胳膊呢 我把他堵在未来啊 那一出去全黄你能想起什么 我好像想起来什么 所以呢 这个他等于是既没有服务又没有情怀啊 单纯就只靠那个粉丝的热情 那这个你只靠热情终究不是长久不易的 老蒋队去 七八四五全黄十四十五有了解吗 还是只关注九七九八啊 你说的这些除了九七我 我都不了解啊 九八关注一点 但是呢 也不敢多说这个多了解 好多朋友呢都跟我说老蒋 这个九七讲完了你讲九八 是吧 我跟大家说一个新的就是 除非你是那种贯职业的选手玩这样啊 否则的话你作为一个普通爱好者吧 九八你要打逛了想转九七很容易 但九七你玩逛了想转九八费老劲了 特别变 懂得人自然懂得相信 所以说呢 就因为这个原因吧 我这九八不是很擅长 看着还行啊 就是没有九七那么明白吧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闹 老蒋 您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我是人 还是一个团队 预营的如何 能靠这个吃饱饭吗 疼心希望 粉丝量再多写 内容主要明明不错 我谢谢您啊 谢谢您啊 嗯 现在有一个朋友是专门给我剪片子的 说这个我算个人还算团队 这玩意我也说不好啊 有一个朋友给我剪片子啊 我呢就是一劲道理 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他给我剪出来 他倒是没还我要过钱 嗯 他说呢 什么时候我火了 咱们在眼着眼着拆账的事啊 所以说我挺纠结的 那你说谁不希望自己火 是吧 出来干革命为了啥呀 但是呢 如果我要不火的话呢 对他这个人 我就可以一直白嫖下去 白嫖是不是特别过瘾的朋友 你知道我啥意思啊 不用我再说这么多了 嗯 如果方便的话 不妨谈谈 做视频这件事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顺便借此机会 稍微聊一下 你的除开 做视频之外的生活是怎样的 比如 这太长了这个啊 我先说前面这个问题啊 做视频这件事对我来说 意味着什么 逼自己吧 看看自己能够到底爆发出多大能量 我不想就这么平平淡淡的 那些 循规蹈矩的 就把这些 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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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了 嗯 顺便借此机会稍微聊一下你的除开做视频之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啊 嗯 嗯 我有自己的本质工作 嗯 收入 如果是在二三线城之后 应该是个挺理想的收入 但是我在深圳啊 这个收入的话呢 只能说 勉强忽厚啊 打个比方 我在深圳 就是两三个人 三个人 吃顿火锅 不过 那个钱 如果回到东北 我可以请很多很多人 可能吃的还更好 有时候我自己都感慨 这他们 竟然是一个国家 嗯 不过好在我这个时间还是挺换的 因为我可以就是抽出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用那天 背着这个996啊 我折腾得太 背996折腾了 只要我自己不作死的话呢 我相信我健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嗯 那后面还有啥 有没有个奋斗史 挫折器 以及曾走万路 甚至曾误入歧途的经历和遭遇 来点正能量 给个别粉丝比如我做个榜样 你打个不必太过谦虚 只需从大发音项上来总结一下 你这一路走来的酸甜无辣 初心行为期许就行 不太多了 挑一个关键词出来 把挫折器谢谢 不管你打不打都谢谢 这位朋友通过你说的话呀 我猜测你的年纪应该不是很大 有可能呢 很有可能你还在高中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应该是遇到什么挫折 你很迷茫 那么我要告诉你 首先第一世人就会犯错误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听别人说不能用 你非得是 自己被磕了 头破血流了 被交过人了 才能知道 这是啃 在那儿 在那儿找地 所有人都这么过来 你听别人说 这就靠你这罩子 没有用 说的是白打 人一辈子 吃多少亏 这是有数的 五年之后 你再看你现在的早日 可能屁的都是 你都未必能想起来 到底是什么事 最后一点 我要给你个证明 就是你务必 一定要珍惜 在学校的时候 这个 你在学校里面 可以做一件 在我们看来 非常奢侈的事情 就是学习 另外 学校 也是最公平的 就是考试 学校的考试 也是最公平的 这东西呢 你在你们学校 考前十 就哪怕你人员 已经臭了 臭了不能再臭了 你该上大学 一样上大学 没有一个人能拉你 你考试差一分 你跟你们校长 磕不头 摆不把子 不好使 没有用 这是 最公平最公平的时候 你入住社会以后 我送你一句话 你一定要记住 学校偶尔当回人 社会是真的狗 希望对你迷茫的 现在比较迷茫的 这个阶段 有所帮助 老奖女座UP主 整个器材设备 花了多少钱 那个器材不是我 是我一朋友的 他那套设备 全加上了七八万吧 那个是给专业的这个 就是视频工作室用的 如果是 只是单纯做一发 或者五个话 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钱 最简单的设备就可以 其实有所理这种路 对吧 我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拿手机路 其实就想知道你结婚了没 结婚了 我是18年结婚的 老奖 请问你最喜欢的全黄人物是哪一个呢 我最喜欢 十万千赫 我相信大多数男孩子 应该跟老奴一样 我们小的少 喜欢 把公园里闹 后来十七八九 二十浪浪岁 学期半高的年纪 我们喜欢 多数活物 但后 再后来 再大一点 到了我这个岁数 二十历十年 发现我还是喜欢 十六姐的那块 那么众子都是 刚才我就是开刀本性 大家不要当真 随便飙了一小段 这个还是扬归正传 为什么喜欢千赫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打法 非常的这个 简单粗暴 打谁都是扛卧气的大一般 这老娘 太厚苦了 太厉害了 而且他这个打法呢 我觉得比较有弹性的一个人 就是他要是狂起来 可以比谁都狂 狂攻起来 可以比谁都狂 维促起来 可以比谁都维促 我之前举过一例子 我说你让包王去用神乐 他能用神乐 打出包子的效果什么 能打的 你点脾气都没有 你说神乐的这个 玩法啊风格 我非常喜欢 老蒋最喜欢我 中国古代史 哪一个时期 为啥喜欢 我最喜欢唐朝 因为什么呢 这个高度的文明和包容力 唐朝作为我国历史上 最初类拔萃的朝代之一 可以说是海纳白川 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包容力 在唐朝里面是可以离婚的 这个别的朝代想都不敢想 只能是男的 写修书 而且唐朝的那个社会风气啊 就是你即使现在看都觉得很超前 比方说他们鼓励open marriage 两口子你玩你我玩 互相给对方戴绿帽子 没事很和谐 如果真就是因为生活理念啊 三观啊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 我过不下去了 真过不下去了 要离婚 那就离婚吧 离婚了以后呢 咱们各自安好 还当清晰处 和谐的一个时期 高度的文化时期 而且我跟大家说 我们国家历史 越是人家不打利的朝代 逼世给赌 什么文字玉啊 什么禁官 什么保甲连作 什么事特别多 越是像汉朝唐朝那样 非常强盛的朝代 啥事没有 这也是我为什么我喜欢唐朝的 非常开放 非常自由 非常的包冷 老想跟天使认识吗 全皇解释我的那样 认识啊 这个天使歌对我是非常提携 他住的地方 他住的地方 他住的地方离我这个岳父家很近 那个租高铁的话 也就三十分钟 我本来想今年拜访他一下 后来这不因为疫情吗 就算了 以后再说了 后面我会有一期节目 请他过来帮忙 我再过来客串一下 他也答应了 到时候大家敬请期待 好吧 老想怎么看苏联解体 这一句话 这句话呢 不是我先说的 作为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 长大的一份子 如果你对苏联的解体不动于种 那说明你没有良心 但如果你希望苏联重新复活 那说明你没有脑子 老想做自媒体有心路历程或者感受吗 累不? 其实也没啥好包 做自媒体是累 干啥不累 从我入行的第一天起 我就对自己说了 老解路 看你自己选 别矫情 能干干 不能干 滚蛋 爱咱不咱 没人求着你 没人逼着你 永远不要跟自己说这样的话 就是自己做视频多辛苦 多干 多不容易 还要被喷子喷 我心里多委屈多难过 这话 永远别说 只要不是他妈的营销号 是哪个做视频不行的 有人夸你一定就有什么 这是我们入行第一天 就应该明白的道理 他骂你那他混蛋 但是这视频产生收益了 我问你前进的都是进他的 未来有一天摆大班级了 你去领养他去领养 所以说随长在他身上 因为说实话 别拿这点事 哎呀 说这种话就是卖草呢 挺幼稚的 没必要 反正我是那么觉得 老蒋能否讲讲抗战时期的故事 可以啊 如果大家想听的话 就是抗战时期的故事呢 可以讲讲 这个当然 具体想听什么 最好是给我留眼门 要不然我心里吧 也不是很有概念 大家到底想听着 老蒋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对历史的启蒙是何时何时何人 我上这个小学一年级 当时呢 我爸有个同事 送给我一套漫画法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 然后分四色的 那四本漫画呢 我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看到小学毕业 老蒋有什么觉得读过不错的历史科普书啊 大型帝国超棒 大型帝国是小说吧 这根本算历史科普 你的意思是 我讲大型帝国讲的特别赞是吗 是不是我就这么认为了啊 我谢谢你 给大家推荐点科普书 我推荐大家看 给大家推荐一位韩国的漫画小子 叫李元富 挺大岁数的啊 那个我小时候有点 现在可能听说的不多 听说的不多 叫李元富 大家可以上百度搜一下他 他写的那个 他画的那个就是漫画世界 漫画世界这个 那一个系列 我觉得非常 这个有这个寓教育乐的这个性质 这个培养你对这个历史的兴趣啊 挺好的 我就是当时看那个他写的那个漫画意大利 我开始产生了对古罗马的历史的兴趣 古罗马历史你要是研究明白了 那整欧洲也就也就不说全民的一半 没问题了吧 老蒋你为什么更新那么慢 是吧 因为我不选职啊 我也有正式工作啊 是吧 我要是选职了 那我肯定 那我啥也不大 我天天就 就跟这个司科 跟蒋述司科 天天抱玩 老蒋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 交通运输转业 空中交通管制方向啊 那我现在干的事情 和我大学里学的 挖杆都打不着 没能给母校正过啊 学生非常惭愧 老蒋哪人 我是吉林省 吉林郊和人 但是我已经离开东北好多年了 这些年内就在深圳 所以说广东的朋友们 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到时候可以 搞一个线下聚会 是不是 咱现在就算了吧 原因大家都知道 老蒋是做什么工作的 还是全职多平台啊 我不是全职 我是有正式工作 嗯 但我具体做什么呢 这真不是说我要在这装高了 玩神秘啊 你想想我人在身边 之前也透出一些信息 我在说我是干什么的 那我个人信息 基本上 跟全报漏也没区别 很容易就猜到了 所以说大家理解一下 这个 老蒋有没有考虑过 讲讲二战别的故事 我又讲过二战吗 啊 清楚 别的故事 我当时正有一个打算 就是讲讲二战 之前呢 就是今年 之前想过 今年我打算呢 开一个系列 叫做二战识问 哎 讲十个跟二战有关的 有问题 比方说 请问二战的转折脸是什么 A 日本偷袭珍珠稿 B 斯大林和乐战役 C 莫斯科保卫战 B 李云龙进攻平安线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效果很好的话 咱们就追击啊 改成了二战二十问 五十问 是吧 那么好的 这次的回答呀 就全部都讲完了 如果没有回复到呢 也没有关系 下次咱们还有机会 在这里重申一遍 我是一位 演讲和脱口秀来的UP主 大家可以叫我老蒋 感兴趣的朋友 点点赞 点点关注 我叫李呢 谢谢大家了 那么好的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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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